2012年在芒果台跨年夜上 于浩铭唱着一曲《其实我还好》重复入台 那一晚在场的所有人为他泪目 他本以为坚强会换来同情和包容 但他那一次的亮相直接惹了众怒 从一代顶流到跌落神坛 他亲手揭开了娱乐圈最后的折羞布 2007年 陆川导演为快男前十打造了一首别具风格的《我最闪亮》 那一届冠军是陈楚生 但最受瞩目的却是于浩铭 他声线格外独特 是那种娓娓道来的低沉感 给人一种格外深情的感觉 他算是出道及巅峰的代表之一 虽然快男中他只获得了第六的名次 但他的人气反而是最旺的 粉丝们热情地称呼他为国民弟弟 以他当时的流量 说是未来的顶流一点都不夸张 同年他发行了首张EP 第二年发布了首张专辑拥抱 来世汹汹 星途无限 仅仅凭词出旧 他就获得了多项音乐新人奖和金曲奖 于浩铭的国民度持续攀升 影视 主持 歌唱的资源数不胜数 07年一夜爆红 08年他就站上了天天向上的舞台 成为了魄力主持人 都说隔行如隔山 二十出头的他作为主持小白 被很多人不看好 由于他的观众员十分好 根本没有人去抹黑他 大家纷纷对他安慰性地表示加油 但真正战胜舞台 拿起话筒的他却格外地沉稳 他话不多 却字字朱击 他是所有人都看好的潜力骨 而舞台的背后是他的谦虚好学和努力 曾经参加快男时 他为自己不扎实的舞蹈感到焦虑 为了能有个不错的成绩 他那段时间日日泡在练舞室 虽然参加比赛最初只是他意识兴起 但他既然做了就一定要做好 比赛时 评委王东曾这样评价他 个人认为你是一名很有潜力的选手 声音有一定的爆发力 如今他虽然身上中览万数光芒 但他仍每日自省其身 既然进了娱乐圈 就要为自己铺一条扎实的路 2009年 一部暑期偶像剧的播出 收获了空前热度 最终他饰演了一个高富帅 一头围卷的头发和一双迷人的双眸 斩获众多少女的心 他从国民弟弟一夜之间化身国民男友 从18岁到40岁 无人不为他疯狂 偏偏公子温如玉 食指谈尽繁华章 他弹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乐章 随着电视剧的火爆 他的身价也在疯狂的上涨 各种邀约不断 甚至还有一些跨行邀请 都说人红了 心也就飘了 但他却是个例外 他出身优越 从小见惯了大人世界里的各种事态炎凉 他深知实力才是立足之本 所以演戏他从不着替身 任何镜头都亲力亲为 但谁知就是他的这份真诚 却遭到了命运残酷的回报 等待他的将是无尽的深渊和永恒的折磨 刘星宇的成功让他一夜成名 次年他便接到了一个中量级作品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无论是导演还是制作团队 还是炫绝都是一等一的 和他搭档的是当时人气争亡的任家轩 唱跳舞团SHE 说起来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 两人一个是甜妹 一个儒亚公子 这样的搭配必定会碰撞出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就在万中瞩目 备受期待的时候 恶魔带着一抹微笑 悄无声息的来临 和于浩明一样 任家轩对待演戏也十分认真 剧中曾有一场爆破戏 危险戏数很高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常无反复确认了爆破顺序 两人为了对观众负责 都要求不用替身 这样的精神比许多专业演员都敬业 然而噩梦就此到来 爆破店没有按照顺序爆破 而是突然间全部爆炸 这样的突发情况 二人反应不及 一同就被火光吞噬 二人皆被严重烧伤 立即送往了医院 这件事很快引起了轰动 两位未来顶流的命运也备受关注 然而就在这种紧张时刻 网络上却流传出了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直接让二人处境分离两端 视频中 于浩铭遮挡着熊熊大火 保护任家轩离开 一时间高暗伟大的英雄形象 为他疏离起来 这样的转变 让躺在病床的两个人毫不知情 据爆料 任家轩全身烧伤面积高达50% 于浩铭全身烧伤面积 也达到了39% 在闪闪发光的年纪就要经受如此变故 实在令人唏嘘 等他醒来时大闹一片空白 浑身撕裂般的疼痛瞬间让他清醒 他挣扎想要起身 却发现浑身缠满了胶部 喉咙也被疼痛覆盖 连河口水都是折磨 虽然任家轩的烧伤面积比他大 但面部还算幸运 相比之下 他实在令人心疼 他脸部大面积的烧伤 容貌尽毁 对一个刚而是出头 靠脸吃饭的明星 是噩梦 是命运最大的玩笑 看到儿子变成这副样子 于父心疼不已 日夜难眠 于父为了恢复儿子的容貌 不惜花重金为其整容修复 看到父亲这般模样 他安慰道 爸爸我没事 我双眼皮还在呢 儿子的懂事 让于父更加心如刀割 他恨不得此刻 躺在病床上的是他 而不是孩子 虽然他嘴上那样安慰父亲 但医生的表情无法欺骗他 他自己伤口的严重性 他是知道的 他此刻能做的 就是为人生做最后的努力 为了防止皮肤不停的萎缩 他要忍着剧痛做拉链 敷药不断地刺激皮肤 撕裂般的疼痛 伴随了他两年 如果说 这已经是二人最大的劫难 不如说是痛苦的开始 当时 与英雄的形象 让任家轩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粉丝们纷纷指责他 为什么不对救他的英雄道谢 他白口莫辩 根本无力扭转舆论的风向 就在他成为重视之地 绝望的时刻 他化身一道光 扎了出来 于面对媒体的时候 他大方表示 自己当时根本无法预测意外 爆炸的时候 也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的行为 他自己是不承认是英雄这件事情的 导演的嘴脸在此刻尽现 网友们纷纷猜测 这一出戏码是导演所谓的物尽其用 当发生意外时 导演做的关心不是演员的安危 而是消费演员最后的流量 娱乐圈的冷酷在这件事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但让导演没有想到的是 这份偷来的荣誉语根本不稀罕 一句话可以毁掉一个人 也可以救赎一个人 此刻说真话的鱼才是英雄 他的背后是刺眼的光芒 虽然他被恶魔狠狠亲吻 但他依旧如天使般积极向上 破别两年 他重新出现在了大家的失业之中 两年的康健时光 让他变得更加坚强 他剪去了长发 选择纸面自己的丑陋 被故事选中没资格懵懂 就算美观众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 太多不由衷 不过是岁月的内容 他忍着伤口的疼痛 用尽全身的力气演绎 他生死力竭 他用歌声诉说委屈和痛苦 几句感染力的嗓音 触动了在座的每一位人 他此刻仿佛化身 浴火重生的凤凰 脸上的伤疤和抽搐的下颌 是见证重生最好的礼物 是的 他把伤痛当作礼物 把伤痛当作人生最宝贵的经历 他说 谢谢大家还记得我 张杰说 我看着他人气剧增 也看着他一夜惊变 更看着他涅槃重生 常言道 当你站在顶峰时 身边都是好人 当你跌落谷底时 身边都是陌生人 当时鱼躺在冰窗时 病房里围绕着各种大咖 天天兄弟的喧发上 都会印着等他回来的字样 可真正当他归来呢 在天天向上时 他的镜头少得可怜 别人的镜头都有一定的美元 可当轮到他时不仅没有美颜 还有许多禁警 好一个物尽其用 这样的行为再一次把他重重击倒 但他还是按照合同拍完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可惜的是观众的反响不是很好 对他各种吐槽 丑陋的字眼如同一把又一把血淋淋的剑 他突然明白自己或许应该消失 就在心思之际 他在机场碰到了自己的昔日好友 激动不已的他立即上前打招呼 没想到却被保安一把拉开 这个事情正好被网友拍到 曝光在了网上 刘烈解释当时自己在机场找几找吃的 对于突然上前的鱼 自己根本没看清是谁 他的经纪人还以为是粉丝 所以才把他拉到了一边 这样的解释很是无力 一个多年的好友 在不到半米的距离 怎么会认不出呢 这件事之后 于的经纪人也表示 让他以后不要当着公众的面 跟任何明星有过多接触 那一刻他突然醒悟 他明白以前的自己 在大家心里早已不复存在 带着自卑 带着心思 带着痛苦 他再一次消失在了大众事业中 等在归来时 他站在了灵将台上 他凭借那年华台月正元 入围白玉兰最佳男配 他实演的是一个阴险腹黑的太监 剧中他一口戏腔 味道十分纯正 可见背后下了不少功夫 有网友好奇 为何他会接这样一个角色 他说我没有办法 我已经无戏可拍 人生真是离奇 这样的困境竟然让他涅槃重生 他也用实力打了所有流量明星的脸 电影八百中 他将上官治标这个角色演得恰到好处 电影中他满背的伤痕更是引人注目 他说 我愿意把个人精力赋予到角色身上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塑造的形象一个又一个 每一个形象都深入人心 成就了演员的最高境界 八月份上映的绝地追击 也备受期待 电影主要讲述的是边防的贩毒案 但同时也和《自然灾害》有了结合 从最初的偶像剧到实力派 经历了太多的险阻 他曾多次在媒体面前感谢过一个人 我受伤时 他是第一个来看我的 他就是张杰 无论是一起走向顶端 还是堕入深渊 作为真正的好兄弟杰哥 一直不离不弃 相信杰哥之所以有现在的地位 都来自于真诚 作为大气晚成的于浩铭 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成本不怕晚 只要努力就可以战胜一切 或许那次大火烧掉的 不是他的外表 也不是他人生中的劫难 而是祝他涅槃重生的契机 是脱胎换骨的人生